得知总裁老婆有读心术后 我开始了许愿 两米高的大G真好看 就是有点贵 好想要一套将近别墅 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聚会所点上十个美女的生活啊 耳边传来咬牙切齿的声音 别做梦啊 不会有的 我和柳如烟是家族联姻 两人的婚姻只有利益 毫无感情 我俩也秉承着圈内模范夫妻的准则 各过各的 从不过问对方形成 不过 令我比较满意的一点是 柳如烟是个事业狂 私生活很干净 我原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井水不犯河水下去 可最近 我发现她好像有点奇怪 柳如烟是个很高冷的人 她的脸上常年只有一种神情 就是对什么都不在意的表情 可前几天 我居然从她脸上同时看到了疑惑 震惊 一言难尽 嫌弃 当时是晚上十点 工作狂柳如烟还抱着电脑在床上处理事情 洗漱完毕 我正躺在床上刷一些适合深夜看的视频 这个好漂亮 这个也好漂亮 耳边的敲键盘的突然停止 我抬眼看去 柳如烟皱着眉 疑惑到 刚刚是你在说话吗 没有啊 我忙着看新闻呢 我放下手机 轻声询问道 怎么了 柳如烟摇摇摇头 没事 可能换听了吧 年纪轻轻就换听 玩电脑玩的吧 我在心里默默吐槽 面上却越发体贴 可能是太累了 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啊 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有些一言难尽 摁了一声后 默默关上了电脑 上了 抱住她 占有她 然后折磨她 啊 先这样 再那样 好变态 我喜 欢 嗨嗨 柳如烟轻咳了两声 脸色有些尴尬 你早点睡觉 少 少看点新闻 对身体不好 我硬下了 转头继续熬夜 什么表情那是 尴尬中带着一丝嫌弃 嫌弃中带着一丝唾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发现了我在看美女视频呢 不只是表情变丰富了 我发现柳如烟最近像是仙女 堕入凡尘 变得鲜活了不少 朋友跟我讲 当时我不肯入坠的宋家大公主 如今是圈子里有名的好老婆 拍卖会上为老公一致千金 限量版豪车豪宅 送的更是数不胜数 我瞥了看财报的柳如烟一眼 暗自叹气 哎 早知今日 我当时还不如入坠给宋家大公主 总比现在天天跟一个冰块相处强 想到离我远去的限量版豪车 我又止不住叹气 瞧着一动不动的柳如烟 我感觉心里的怨气更深了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热 柳如烟转过头 心情不好吗 我见你一直叹气 没有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走了眼 现在很有点后悔 我咬牙切齿道 没注意到他捏着财报的手指有些泛白 柳如烟看着我 欲言又止 晚上有个拍卖会 有什么想要的我给你带回来 问问问 有什么好问的 你问我肯定说没有了 真的想送直接送不好吗 还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带 我全都想要 你带不带 我没什么想要的 你知道 男人其实一年到头买不了什么东西 我抓抓头发 笑得很是单纯 柳如烟脸色有些怪异 嘴角抽搐 那 那我先走了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 真好笑 搞得我好像等过你似的 嗯 我让阿姨给你留菜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她有些落荒而逃 柳如烟回来时 带了很多东西 限量版海贼王陆飞手办 摆打斐力星空手表 意大利高顶西装几十套 一件件包装精致的物品 鱼罐而入 看着助理们有序的进来 恍惚间 我仿佛看到了武则天 最宠爱的面首受伤的场面 虽然没有全部买回来 但是拍下了七成 剩下都是些没意思的小玩意 我就没拍 柳如烟抬眼看向我 眼神中带着一丝小傲娇 下次 下次我肯定全都给你拍回来 我仿佛没听见她的话 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中 宋家大公主没有出价高 她今天什么都没拍到 柳如烟声音带的丝 不易察觉的喜悦 那可不是 宋家大公主和我老婆怎么比 她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我连眼都没抬 毫不走心地夸着 夜晚 我难得地配合着她多玩了一会 昏昏欲睡的我 脑子突然清明了一瞬间 不对 柳如烟怎么会突然给我带这么多东西 她以前都是懒得挑 直接给卡的 还有 她怎么突然提到宋家大公主 她不是不喜欢她吗 细想这些天她的做法 一桩桩一件件 怎么像的叮当猫 想要什么就会变出来什么 就 就像是有了毒心术一样 看着旁边睡着的柳如烟 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她不会真有毒心术吧 验证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只要我在心里想一些 柳如烟平时绝对不会对我做的事情 一旦她做了 她有毒心术 这件事就实锤了 早上八点 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前吃饭 我百无聊赖地拨着碗里的粥 开始有意识地在心里吐槽 蒸脚放那么远 怎么 生怕我家到 手机闹钟响了 我按掉后起身去给手机充了的电 回来时柳如烟头也没抬 仿佛外界的喧嚣与她无关 直到我看到了闪现到我面前的睁脚 我暗自压下心惊 抬眼看着柳如烟 准备玩八蛋的 天天都吃一样的饭 好无聊啊 咦 怎么感觉我老婆今天好漂亮 柳如烟捏着筷子炖了一下 下一刻耳间开始爆红 瞧瞧这绝美的面容 白细的皮肤嫩得仿佛能掐出水来 樱桃大小般的嘴唇娇艳欲低 让人想 嗨嗨 见柳如烟极力地把头埋进碗里了 我笑道 老婆 怎么不加菜啊 我 我吃饱了 先去公司了 她慌忙起身 手忙脚乱地就要出门 哼 真没意思 别人家老婆上班之前 都会有个法式身份告别 我呢 怎什么都没有 柳如烟脚步顿了一下 似乎是在纠结 转过身来时脸色爆红 似乎是下定决心似的 坚定地向我走了过来 我按耐住扑通扑通的心跳 脸颊被轻轻碰了一下 温热的感觉袭了上来 老公 我 我去上班了 柳如烟走后 我呆愣了好久 说实话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这么主动 也是我第一次 看她害羞的像个小兔子 老公 这个词我不敢想象 是从柳如烟这个 冰山女总裁嘴里说出的 结婚一年 我们基本上除了晚上临交流 平时有事也是直接说 连名字都不带喊的 她不会是吃错药了吧 不对 这不是关键 她居然真的有读心术 凭什么 这不公平 为啥我没有 老天爷 我不会再叫你爷了 因为你根本没把我当孙子 内心不甘哭诉后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恐怖的事情 这段时间柳如烟 有怪异表情的时候 我都在干什么来着 好像是在看漂亮小姐姐 在心里吐槽柳如烟 是个没感情的冰块 天哪 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俊秀帅气 温柔体贴的暖男形象 极大的悔恨和迟来的尴尬 将我淹没 从此我不再缺房子住 因为我的脚下 早已扣出来一座 三进三出的四合院 圈子里 我是出了名的高知暖男 温润如玉 偏偏公子 洁身自好 当初我和柳如烟的相亲能成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他妈妈喜欢我 相中了我这个女婿 因为按照家事 就季耀华那个破公司 和柳家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这都算不上联姻了 倒向是入坠 于我而言 这场我婚姻更像一场交易 他需要一个传宗接待 并安稳的男人 而我需要一个 帮我摆脱几家的助力 不是靠着柳家的面子 拿回我妈股份 这事季耀华没那么容易松口 我打 爸爸也是为你好 你平时对这些东西又不懂 你妈留给你的股份 我还能贪了不成 再说了 你马上要去柳如烟去了 哪还缺这点股份呢 平时有什么赚钱的项目 别忘了让儿媳带上你爸爸我 季耀华搓着手 笑得满脸谄媚 我摆了白手 打住 别叫我博打 我恶心 你还是叫我孽子 我比较习惯 还有 股份是我妈留给我的 你要是想给皇帝母子 让他们两个去下面 给我妈下跪道歉 我再考虑考虑 不对 你也得下去 季耀华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这个孽 一句话 给不给 不给我就去柳家说 你贪图他们家财产 我倒要看看你心心念念的合作 还有没有机会 季耀华以为能借着柳家这座大山 更上一层楼 结果我和柳如烟新婚第一句话 就是你半点好处都别给季耀华 我不认他这个罢 作为脱离那个恶心的户口本的回报 我本来想着装一辈子贤富的 没想到 我愈闷的晚上傲龙都少吃了半智 不管了 这贤良夫君爱谁当谁当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我正躺在床上装病 说实话 我现在不太想看到他 一想到我心里想什么 他那里就跟实时播报弹幕似的 我就极其不爽 这不是侵犯我隐私吗 房门被轻轻推开 柳如烟走到床边 额前被温热的小手搭上 没发烧 是哪里不舒服吗 他喊喊道 我闭着眼睛装睡 尽量控制自己心里什么都别想 在他第三次摸我头发的时候 我实在忍不住了 别摸了 头发都被你摸油了 感受到柳如烟的手一顿 我在心里按到坏了 怎么这么早回来 我揉了揉眼睛 装作刚醒的模样 酒会我推了 想着早点回来 瞧把你能的 回来那么早干什么 坏了 没忍住 房间没开灯 微弱的月光下 我仿佛看到柳如烟脸色一僵 他嘴角牵强的扯了一下 今天怎么睡这么早 你管我 完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好得很 就是看见你不太舒服 完蛋了 没等柳如烟细想 我轻轻推开他 你先出去吧 我会不太舒服 休息一下就好了 完了完了 我是装不了一点啊 平时对天对地的我是心高气傲 遇到独心术的我是生死难料 昏暗的房间里 我盯着屏幕一动不动 知乎提问 发现老婆有独心术怎么办 在线等 真的很急 你直接在心里狂念般若佛经 看他还读不读 多好的事啊 末年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一年后 夫妻双双 九八五 救命 没一个正经的回答 我打 我可以进来吗 我迅速盖掉手机 翻身钻到被窝里 传出闷闷的声音 进来吧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端着碗 一本正经的样子 颇有些好笑 我做了碗皮蛋瘦肉粥 按网上教程做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说着他有些局促地挠了挠头 雪白的粥里夹杂着深色的皮蛋 粘稠的粥上漂浮着肉丝 看上去还不错 他眼间看到了柳如烟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 蓬松的秀发披在肩上 我没忍住摸了摸他头发 谢谢老婆 他把头又探了过来 老公 你可以继续摸的 我的头发油得不快 我脸色一黑 总感觉他是在寒沙摄影 手机来的提示音 有个人回答了我的问题 是我我就在心里天天许愿 让他给我买豪车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我打开软件 开始疯狂搜寻 哎 乡架新处的包包真好看 就是有点贵 老婆 今天去汽车城试茶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 就各买了一辆顶配 别墅外十几辆豪车 停在停车场 劳斯莱斯 法拉利 麦巴赫 保时捷 双眼发红 双手颤抖都不足形容 我内心的激动 我侧头巴基一口亲在他脸上 老婆 你真好 柳如烟脸上出现一抹傲 像是被人夸奖的小公主 想吃大餐 但是不想出门 第二天 米其林豪华餐厅大厨上门 一堆食材和厨具 把家里大厅变成了餐厅 季先生你好 柳小姐让我们给您做点便饭 先给您安排88道小吃 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告诉我 好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江景小别墅 今天是我们结婚389天纪念日 我随便挑了套1000平米的别墅 给你当礼物 刚好是江景的 心情舒畅的我躺在沙发上 摸着房产证 看着客厅 我刚刚做的柳如烟是止不住的顺眼 老婆 我好爱你 柳如烟敲键盘的手停了一瞬 下一秒耳间开始爆红 哎 一点不惊动 日子就这样腹得流油过着 毫无波澜 直到 今早季耀华给我打电话说 她快破产了 我心急如焚 收拾收拾就带着柳如烟回去看笑话了 真是老天有眼啊 当年我妈离开还不到半个月 季耀华就迫不及待的把皇帝母子接进门 她和我妈结婚五年 季军却有六岁 皇帝把我赶到一楼的杂物间 吃的他们不要的冷饭 穿的是季军不要的衣服 整天脏兮兮的像个小乞丐 她说她的小军过了这样见不得光的日子六年 也该到我了 后面外祖家把我接走 这样噩梦般的日子才结束了 如烟娜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小儿子季军 平时绅士的很 跟我那个玩类的大儿子完全不一样 既要华而热情的介绍季军 皇帝和季军站在他身后 一副家庭和睦无恙 哼 小儿子比大儿子还大一岁的小儿子 小时候的我不理解 为什么妈妈走了之后 我的老爸也不见了 如今看着既要华产妹的样子 我忽然就释怀了 她一直都这样 好色又无用 贪婪又势力 只是和我妈在一起的时候装得很好 季军一身白西装 头发被发浇抹的发亮 脸上厚厚的粉勉强盖住斑驳的斗印 一副花孔雀模样 柳小姐好 叫我阿军就好 我仰慕柳小姐很久了 今天终于见到了 季军试探的往柳如烟那边靠了靠 神色猥琐 你他妈是懂仰慕的 仰慕我老婆 柳如烟拉着我往后退了退 一脸不敢相信 他是你小弟 他真的比你小吗 他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 我还以为他们三个是同辈人呢 季军当时如遭雷劈 伸出的手将在哪里 季耀华愣了一下 如烟真是爱开玩笑 柳如烟只当没听见 拽着我撒娇道 老公 回去我们就好好保养 可不能像他那样 饭桌上既要华还不死心 哎 要不是阿军当年还小 当年你俩更合适的 我脸一黑 还没说话 季军就几枚弄眼道 大哥 你别怪柳小姐 我只是太喜欢柳小姐了 你也知道 柳小姐这种家事 是不可能只有一个男人的 你脑子被鱼踢了 我刚想出生 柳如烟就抢先一步 你是裹小脑了吗 你发颠别祸害我了 像我这种保守的人 心里身体都只有我老公一个人 好吗 真是一家子 颠工颠婆 饭桌上另外三人面如菜色 却不敢反驳 我忽然发现柳如烟有读心术的好处了 这些话从我嘴里说出 也没有从柳如烟嘴里说出 具有杀伤力 我打量着这诡计多端的一家人 视线转向季军悠悠开口 你长得太难看 不够格 季军怨恨地看着我 我慢吞吞地说 你这个丑样子还想当男宠 黄历像是被我踩到了痛脚 季伯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吗 这阵仗我还以为 你们要把季军送上门来当男宠吗 我冷冷道 哦 我忘了 现在没有男宠这个词了 统称小三 我想 你妈妈应该很熟吧 黄历气的面色发白 季伯答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可你这么想 我和你爸爸未免也太歹毒了些吧 如烟 你来评评理 这样心思重的人真的适合你吗 我刚刚说的话 你们是一点也没听进去啊 一直诋毁辱骂我老公 我听说季氏集团快破产了 柳如烟牵着我手 安抚地笑了一下 又面无表情地转向他们 要不我顺手帮你们收购了吧 季耀华开始慌了神 对着我痛哭流涕 伯答 是 爸爸以前对你不够好 可这次爸爸是真的遇到困难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那个该死的宋家大公主 又骗我投资起上那个人工智能的项目 结果她就是个空壳子 钱全都搭进去了 公司资金链断了 季耀华红着眼睛哭诉着 儿子 即使也是你妈妈的心血啊 说实话 季耀华一声虚伪 但此刻我相信她的眼泪是真的 毕竟 她马上就要流落街头要饭了 需要多少 我淡淡出生 不多的 五千万 季耀华以为我心软了 顿时起了精神 不多 我轻笑了一声 语气不明 确实不多 但我一分都不会赔 实话和你说吧 我今天来 就是来看你们笑话的 我拉着柳如烟便要离开 季连拦住我们 语气怨恨 五千万而已 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难事 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季是破产吗 季博答 做人别太自私 我开始阴阳怪气 哎呀 怎么办呢 我这个人呢 就是这么自私 我喜欢钱 越多越好 半毛钱我都不舍得借给你们怎么办 是你逼我们的 既要华关上门 语气阴狠 老公 我有点热 柳如烟抓着我的手 脸红红地蹭来蹭去 像只小猫 你们给他吃什么了 不过是助兴的好东西罢了 季博答 今晚过后 柳小姐就是我老婆了 柳氏也是我的了 我才发现 鸡菌神色也不正常 眼神迷离 你们疯了 到时候柳如烟醒了 你们破产的只会更快 黄厉看着我吃笑道 就算柳小姐醒了又怎么样 到时候她已经成了阿军的人了 她还舍得做什么 到时候几家不会有事 阿军不会有事 倒是你 要被赶出去了 你妈妈没用 她生的小杂种也没用 我不敢相信的看着这群法制咖 一家子脑子坏了吧 不是 你们哪里来的自信 一个年过半百被酒色掏空的糟老头子 一个瘦得跟马赶似的老女人 还有一个神志不清的磕了药的傻子 就想控制住我们 你到我外面的保镖是干吃饭了 我掏出手机 一声令下 外面的保镖冲了进来 几家的门被砸得破破烂烂 看着瞬间被情服的一家人 我拖了两声 本来你们只是破产 现在还要蹲橘子 在保镖的帮助下 我趁乱甩了黄厉和季军十几个巴掌 扫了纪耀华十几脚无鹰腿 警察将他们带走后 我赶忙带着柳如烟去了医院 果然是春药 还好强度不是很大 守着柳如烟的间隙 我吩咐下面的人 收购祭祭祭剩余的股份 我要这个祭祭的祭 便成为我祭博他的祭 等着一家子 蹲完六个月的橘子出来 发现一无所有 岂不是很精彩 柳如烟醒后 他悠悠地问 老公 你怎么不帮我 我瞄懂后瞬间感觉脸热 回去再帮你 柳如烟装作不懂 歪头道 你想哪里去了 我是说你怎么不帮我 叫护士拔针 输液评滴完了 我才发现输液线 已经出现回血的现象了 赶忙按铃叫护士 你话不说完 我语气埋怨 柳如烟脸色苍白 看起来有些委屈 你也没让我说完了 说完他靠在我肩上轻笑 我本来觉得 我和柳如烟 已经从商业联姻的 不熟夫妻发展成了 先婚后爱剧本了 可最近 他有些奇怪 我怀疑他外面有人了 从上个礼拜起 柳如烟开始偶尔不回家 回家也是倒头就睡 整天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和谁聊天 还经常一个人倾笑 问他最近在忙什么的时候 他又直直呜呜答不上来 眼神飘忽 不满心虚 更可疑的是 他现在对我简直好得离谱 如果说前段时间的那些豪车 都是我借着柳如烟读心术坑来的 那现在这些房产证是怎么回事 五天送了我八本房产证 这很不合常理啊 通常 语言突然对老公好 那么极大的概率是 他出轨了 因为心虚 越想我觉得猜得越对 他一定是出轨了 得出这个结论后 我火冒三丈 当场想找柳如烟摊牌 直到丑到桌上崭新的房产证 忽然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当一天柳如烟老公就要坑一天钱 我开始在心里疯狂许愿 趁柳如烟现在对我还有愧疚 开始大坑特坑 好想要汤城一瓶啊 太平洋那边有个小岛 好像很好看 我都不敢想象 要是有一个自己的酒庄 我会是多么快乐 每天早上桌上都有新的惊喜 只是柳如烟脸上的疲态更重了 我有预感 他忍不了我多久了 随着我的小金库越来越高 我甚至开始期待柳如烟 能早点提离婚了 到时候 我岂不是过上有烟有钱 没老婆的快乐生活 到时候我想去夜店 点几个美女小姐姐就点几个 哈哈哈哈 还好 我没等太久 柳如烟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下午 他没去上班 从助理手上接过一个档案袋 神色严肃 我们谈谈 我瞅了一眼档案袋 瞬间明白了 终于要来了 我们结婚多久了 柳如烟声音轻轻的 像片羽毛划过 我懂 一般这个时候是要追忆一下往昔的 想了一下我含糊道 差不多快一年了吧 是一年零五十二天 柳如烟盯着我认真道 恩恩 我附和着点头 柳如烟看着我神色受伤 黑色的秀发披在肩上 颇有些难过 声音微雅 纪博达 这么久的夫妻 你把我当外人 恩恩 恩 什么 我今天碰到宋家大公主了 他什么都和我说了 让几家破产的人工智能的局 是你俩联手搞的 你想搞垮几家 为什么不和我说 又不是多难的事 他和你不过点头之交 你找他合作 我作为你老婆 却什么都不知道 你宁愿找一个外人帮忙 也不愿找我 纪博达 从始至终 你有把我当自己人吗 柳如烟神色受伤 眼神里是止不住的失望 我们离婚吧 他一通话将我砸得晕头转向的 当时我顺嘴就把离婚先讲出来了 我话音刚落 柳如烟眼泪就掉下来了 离婚 你居然这么轻易的就说出了这两个字 我 我不过问了你两句 你就要离婚 大不了我不问就是了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一丁点喜欢过我 婚我是可能会离的 除非婚后法院把我判给你 缓过神来我疑惑了 你今天来找我来不是说离婚的事吗 怎么可能 我柳如烟结婚就没想过离婚两个字 那这个不是离婚协议书吗 我指了指纳的档案带 什么离婚协议书 那是我全部身家 柳如烟气的一口气没上来 房产转让书 股权转让书 财产转让证明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柳如烟 你疯了 我们不是夫妻吗 可我们不是商业联姻吗 话刚说出口 我感觉空气停滞了一瞬间 嘴太快了 我忍不住懊恼 柳如烟抬眼盯着我 眼睛红红的 记不打 我们不是商业联姻 我喜欢你 很久了 那一刻 我的心脏仿佛露了一派 回神后 似乎有一种不明不白的东西 在心底蔓延 我心里感觉甜滋滋的 嘴上却还是嘟囔道 干嘛都给我 你不是说你喜欢钱 越多越好吗 上次我在几家随口应付寄要的话 他居然寄进了心里 那你呢 我喜欢你啊 天哪 我老婆也太会了 听到柳如烟如此直求的表白 让我脸上染上了热议 我不停地翻动文件演示道 原来你这段时间 就是在忙这些啊 对啊 不然还能忙什么 我还以为你出轨了呢 我没有说话 但我知道他听到了 柳如烟脸黑得彻底 声音有些咬牙切齿 怎么可能 我去卧轨都不会出轨好吗 你前段时间天天不回家 又一副疲惫的样子 我有这种怀疑不是很正常 天天不回家是因为在加班 疲惫是因为工作太累了 柳如烟语气委屈 我一个总裁每天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 门口保安大爷的大黄都没我走得晚 你不关心我 还怀疑我出轨 上交财政大全后 我害怕没钱给你买豪车了 每天早上眼睛一打开 就是在想今天要赚几个亿 我这么辛苦 还要被冤枉 我错了 只要我道歉得够快 柳如烟的嘴就追不上我 柳如烟话语一噎 别了别嘴没讲话 过了一会 他还是越想越委屈 忍不住吐槽 你怎么会怀有时出轨 纪伯达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你不都知道吗 我真的是脑子在嘴后面飞 嘴这么快 我干脆去讲相声算了 在一而再 三而三的说漏嘴之后 我现在内心已经毫无波澜了 柳如烟呆愣愣地看着我 你都知道了 瞒不住了 我看着柳如烟无奈承认 好吧 我承认 我已经知道你有读心术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明明藏得很好啊 每天早上起来 昨天晚上的愿望都会变成现实 正常人都会疑惑 好吗 我无语道 他突然冲我笑了一下 那我也承认 我也已经知道 你知道我有读心术了 什么时候 我明明藏得很好 他脚狭一笑 你忘了 我有读心术啊 那你明知道我是故意许愿的 干嘛还答应我那些无理要求啊 柳如烟不赞同道 不是无理要求啊 你想要不就是最好的理由吗 也是 那我们误会算是说开了吧 我起身准备回房 你把我当外人的事还没说清楚呢 柳如烟悠悠的声音传来 我没把你当外人 和宋家大公主合作 是因为她也想搞垮几家 我们只是刚好目标一致而已 我耐心解释 她和季家能有什么过节 就上次季军给你下的那个药 他们第一个实验者 是宋家大公主来着 听完后柳如烟沉默了 两久 才到 她挺能忍 我整理文件装进档案带里 内心复杂 我得到了财富 却收获了爱情 可惜了 我失去了成为一个单身狗的机会 我的美女小姐姐 季伯达 你在想什么 我随便想想的 你别当真 哎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去夜店点十个美女的日子啊 柳如烟咬牙切齿道 别做梦了 不会有的 柳如烟 不准再用独心术了 那你也不准再想什么美女小姐姐了 那除非我老婆亲我 那你自己过来 我忽然觉得坦白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从来没想过柳如烟一个高冷女总裁能这么年人 从前偌大的客厅 他在那头桌子上办公 我在这头沙发上打游戏 现在一张沙发非要两个人挤半张 你往那边去点 那边全是空的 柳如烟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呆愣愣地往旁边挪了一毫米 我气不打一出来 转头盯他 却晃了神 爱戏的脸庞秀气十足 微翘的红唇引人踩鞋 脖梗下是温润如玉般的锁骨 锁骨往下 别想了 他会知道 我晃了晃头 试图把肮脏的想法甩出去 却见柳如烟恼羞地看着我 我哽着脖子嘴硬道 我 我就是欣赏 我可没想对你干什么 我仔细一想 这是我老婆啊 我想干什么是合法的啊 我拦住柳如烟的腰 俯身吻下来 以前也没发现你这么黏人啊 柳如烟 我以前有点设恐 不敢和你讲话 自己老公你都不敢讲话 这么设恐 不要命了 见他不说话 我安慰道 没事 你只是设恐 而我是设死 每天都要被你毒心 好消息 柳如烟的毒心术消失了 坏消息 到我这里来了 老公 我毒心术消失了 我看你好像很遗憾的样子 没有 怎么会呢 我老公的隐私从此得到了保障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柳如烟嘴角扯出一道牵强的微笑 呜呜 好难过 以后不知道老公心里在想什么了 到时候我这么给老公送些辆把豪车啊 天呐 我的毒心术到底哪去了 我看着柳如烟表面淡定的模样 陷入深深的思考 原来表里不一 是这个样子 柳如烟以前看我也这样吗 有了这个毒心术 我发现我老婆更可爱了 老公好帅气 这些男明星都比不上 老公的鼻子好挺 想在上面滑滑梯 老公身材好好 还有八块腹肌 天天听老婆的彩虹屁 只会让我越来越快乐 正文完 柳如烟翻外 我是个女总裁 也是个社恐 平时一天讲不了三句话 见人我就绕着走 我妈庄女士 说我这样可得孤独中老了 可她失算了 那天在咖啡馆我点了一杯热美食 可给我苦坏了 早知道不点了 抬眼间我旁边坐下了一个穿着赛车服的帅哥 他好像是和朋友游戏输了出来大冒险 三点钟方向 一个正在喝美食高冷美女 上去要他微信 他朋友在旁边心灾乐祸 不是吧 玩这么嘎 下次你说了我要让你穿奥特曼的衣服 上去要人家微信 我压下舌尖的苦涩 攥紧手中咖啡杯 连烫衣都忘了 小姐 方便加个微信啊 方 方便 我手忙脚乱的掏出手机 然后如遭雷劈 我没有微信 我尖色开口 我没有微信 但我可以马上下 她一副我懂的表情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又迅速跑开了 过去拍了拍她朋友 都怪你 人家有男朋友 尴尬死了 我后悔极了 不停的攥着杯子 连咖啡溢出来了也没发现 后面的一周 我每天都去那个咖啡店 点了一杯又一杯 从天亮走到天黑 都没有见到她 庄女士给我安排了相亲 刚想拒绝 却忽然发现 照片上就是她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见面的话想了又想 我想说和她说 我没有男朋友 现在也已经下载了微信 可我没想到她没认出我 她侃侃而谈 就是有些疏远 我有些失落 可还是兴奋居多 我和庄女士 说我这辈子 认定这个小伙子了 后面 如我所愿 我们结婚了 可我没想到 我的社恐一点没变 一跟她讲话 我就控制不住脸红心跳 磕磕绊绊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尽量不讲话 她喜欢在客厅里打游戏 为了能和她多相处 每天晚上 我都抱着个电脑 在客厅桌子上 被迫加班 手上的键盘不停 我的视线却经常 偷偷一开电脑 落在屏幕外的她身上 她喜欢打游戏 我看不懂 可还是喜欢看她 突然某一天 我有了读心术 她说的和心里想的 总是不一样 我却觉得这样的她 更真实了 渐渐的 我发现我们的交流 越来越多 我的社恐 好像也消瘦似的 而我们的美好生活 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